主要是必殺那個地方 必殺那個地方還是比較重要 露露 小蜜蜂不行啦 小蜜蜂不行 他很明顯在等 不行 小蜜蜂不行 雷夏是不是比露露還 有點討厭 底下有些點我覺得有點討厭 像剛剛有一次也是 很近的距離了 也不算很近啦 就是我下輕腳打到他 然後 然後我用EX 反轉BD 居然接不到 居然接不到 就是那個點我很討厭 這種事 就那個點我很討厭 就是很容易這樣子 而且這不是偶發性的 就是 超容易發生的事情 很討厭這種 阿對耶 鞭子 今天其實本來就是要玩鞭子 原本想說給李夏 玩個兩次機會 但是玩李夏玩覺得真的蠻有趣的角色 玩上頭了 就一直不換角色 這角色還是蠻好玩的 馬力就 馬力就 馬力其實還不錯阿 但是他就是 前面的角色都太強了 前面角色有些都太 就是 現在大概都是玩強角阿 你只會看到上面 上面三排 裡面的角色 你其他角色都很難看到 其他角色都很難看到 主要也不是說沒人玩馬力 是其他角色你都看不到了 已經不是 已經不是馬力的問題了 已經是其他角色你都看不到了 你也看不到八神阿 八神草剔 草剔偶爾啦 八神也比較少 火舞也有吧 紅丸也是偏少阿 就是 像這個紅色牌的 第四牌以下的角色其實都蠻少的 不容易看到 對啊 就是上面太強了 變成大家都選一樣了 阿馬力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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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馬力還是蠻好玩的耶 來玩玩李夏好了 嘖 李夏 玩了一下 其實 真的蠻有趣的這角色 但是他 反轉BD太短 前A太短 因為傻白也不強阿 欸我也一直有看到鹿飛耶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看到一直鹿飛耶 我也是一直看到鹿飛 欸 2加3會不會死阿 感覺會耶 哇夏動手漂亮 我覺得李夏就是剛剛我 失誤的就是 也不是失誤 他遊戲設定就這樣 太短了 就是重手6A 6A 很有性的 超容易 這兩個我覺得 這兩個 至上的地方我真的受不了 鹿飛 鹿飛所有直播都在 鹿飛 鹿飛真的是所有直播都在耶 底下2B 2B 2A 5B 最自戰的是 我剛剛2B 我剛剛2A 2B 5B 5B還打不到 超自戰的 而且我明明很貼 然後我2A 2B 5B 剛剛接不到5B 好爛 好爛 就 就 就真的很爛耶 欸沒森龍跳那麼高 居然不是森龍 我剛剛離草屜超近喔 然後我用 我用 2A 2B 5B 5B太短還接不到 5B太短還接不到 好 智障 表下 對啊表下判定比較強 對啊 對啊 可是 就很 就很霞 明明很近 欸沒有那個 哇漂亮 欸欸 接的有點醜 接錯了吧 我也覺得 錶的應該是不會空啊 但是我剛剛就是打空了 打那個 草屜的時候 還有他的6A啦 我覺得主要還是6A啦 太自戰了吧 為什麼會6A會空啊 也不是說非常遠耶 我不知道是近距離重手嗎 假如是近距離重手還打空真的 沒天理了 哇 這有點衰 這有點衰 神樂、火舞、冰冰其實不錯啊 這個組合是不錯的 你要最後的神樂勉強可以吧 然後 火舞 火舞本 火舞其實都不錯喔 火舞一直覺得都蠻不錯的 冰冰就是 很煩啊 冰冰就是打某些角色 我覺得冰冰打 不要太強的角色 很像都還可以欸 冰冰其實也還可以 對啊 最強的應該是 神樂、火舞冰冰沒錯 對 其實最強的其實是這樣沒錯 禮拜六考慮看看啦 哇漂亮 死掉了 應該有可能會選 神樂、火舞、冰冰 火舞手底喔 火舞手底 很像可以 冰冰第一 冰冰第一 然後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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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誰啊 之前也是有玩 鞭子啊 然後 然後那個誰啊 然後立安娜 所以突然要玩 其實也還可吧 但是百合我是完全沒玩欸 除非我最近都要玩 可能 明天吧 明天禮拜五 一直玩百合 就可以 假如明天禮拜五 一直玩百合 那可能還有機會 可以玩一下 哇漂亮這個 對啊鞭子 鞭子傷害蠻高的啊 鞭子優點就是 他打到人其實傷害都蠻高的 他的優點就是這樣子 打到人傷害都蠻高的 打到人傷害都蠻高的 對啊鞭子 烈安娜 超級難打巴神跟草剃 這兩隻 超級難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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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喔 女主的話就變成我要玩那個欸 我要玩藍色那一排 藍色那一排就是 神樂那一排啊 藍色那一排就是神樂那一排 我覺得神樂那一排一定是 火舞是一定要有的 火舞很強啊 火舞蠻強的 然後神樂嘛一定的 再來就是一隻灑白我覺得不行了 我灑白玩了跟 上次玩的跟垃圾一樣 我覺得不行 然後 灑白真的不行 再來就 女主的話 女主的話可能要試試看 我覺得沒有那麼容易欸 女主 稍微沒有玩就覺得有點難 有點難 打到人傷害高 卻有點打不到人 沒有 露露那我是打到的傷害低 又打 卻點也打不到人 這要怎麼辦 對啊 灑白有點不太行欸 對啊 好漂亮 表下不考慮啊 表下不考慮 表下也是我不太會玩的角色 以前也會沒玩啊 以前沒玩 我現在玩都不太行 至少要我 原本可能有稍微玩一下的那種 可能可以試試看 像表下那種 我根本也沒在玩 快的方向不一樣 對啊 表下不太會玩 我主要 我主要表下 玩的爛了 之前玩的很爛 之前玩的也爛 之前其實我也有稍微玩過啦 但是玩的爛呢 玩的爛就不考慮了 唉唷這差一點欸 嚇死我 哇 跑得漂亮 好可怕喔 都是 快破防 然後又快死了 就是 接到就死了喔 喔 這個打背 欸這個漂亮欸 這個漂亮 這個打背擋住了 但是後面被放針打到 沒力了 路飛 欸我 我去那個 我看 我看那個 我有時候會看夢幻摸裡這樣的直播 在鬥魚看 然後也是看到路飛欸 也是看到路飛 我 我都會看到欸 的確是純情拍 他那個追殺安迪追那麼久 欸這什麼東西 神經病 我看到這種我就覺得太瘋了吧 對阿 對阿 投機角色 我覺得投機角色真的蠻吃感覺的 就很吃 投機角色會玩的就是那些人 然後真的玩的強的也就是那些人 就是很吃那種 我不知道怎麼講欸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欸 安迪安迪哪會帥 喔是機器人喔 對啊感冒啊對啊感冒好幾天了 感冒好幾天了 今天算 好一點了今天算好一點 對就是猜拳的感覺 就是猜拳的感覺 而且玩投機角都要比較拚 你玩投機角 就是投機角色 一般玩投機 喜歡玩投機角色的人 都很拚 都很拗 就很瘋 對 喜歡玩投機角色的每個人都瘋子 每個人都瘋子 我覺得十五代還好 我覺得十五代還好 但是像 我感覺街霸的就蠻那個欸 就是蠻明顯的 街霸的就蠻明顯的 就很瘋了 哇這 這蠻漂亮的 就是啊 一定是真的蠻好的 女主首發 泥妹 泥妹不行啦 泥妹不行 泥妹這隻角色很吃熟練度欸 泥妹不行 泥妹我太太久沒玩了 我已經幾百年沒玩他了 他太吃熟練度了 他太吃熟練度了 他光是那個 花半顆氣的那個 哇這漂亮欸 花半顆氣的那個 連段啊 然後再跳起來 補那一下 就很容易失誤了 就很容易失誤了 我覺得泥妹不太行 太難了 他玩一玩突然 欸 這麼難喔 他就是太吃熟練度了 你突然不 突然玩一下 會像傻子 會像傻子 而且李夏還會 機會打不到欸 李夏還會機會打不到 收斂了 李夏剛剛那個反搖角 EX反搖角 打空還兩次 一次還可以說是意外 那兩次真的是常態性的 白痴東西 白痴招 李夏是被表 就是 為什麼是被削弱 是因為被電暈了 自己都被電傻了 欸一聽瑪麗很強欸 我覺得一聽每次都是瑪麗 幾乎都贏 還在打啊還在打啊 咳 哎呦 瑪麗真的就蠻適合ET這一種 又有 又有摔 然後又有聖龍可以凹 哇漂亮欸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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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你現在下B點到遠一點都接不到 真的好爛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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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收招怎麼那麼快啊 做壞掉了吧 為什麼收招那麼快啊 哇這什麼鬼 啊以為是打貝 咳咳 該那個指令頭怎麼收那麼快 欸被打 欸沒缺反 沒缺好 這好虧喔 而且你看 你看 屌的破綻還很小欸 1T缺反還沒缺好 假如是李下的話 早就被打爛還被中公子 1T下前腳剛才缺反沒缺好 屌的就是被下中手缺反了 屌的破綻 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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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T 2T 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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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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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T 3T 嘖 錶雪很 錶雪很忘記是改的什麼欸 哇 好漂亮 有猜到了 我其實只要希望李夏跳重手可以打背就好 小跳重手 小跳重手可以打背 然後我想一下 然後反轉一叉的吧 反轉一叉那個不要揮空 太之戰了 太短了吧 什麼東西 雷球不勉強 我覺得雷球不勉強 這樣子就夠了 不然就是他收招或出招快一點 可是如果一模一樣我覺得 我也還能接受 一模一樣我也還能接受 不能接受的是那個 該打到不打到的 智障 他的6A現在短成那樣又慢 中段應該也沒什麼用 假如快一點中段就還可以 假如不改的話就是小跳打背 小跳打背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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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角一叉角打背全改 我覺得不會變成S角欸 死了嗎 這種類型的都不會變S角 就是偏難 因為他本身 本身 傷害一般吧 欸這怎麼那麼短啊 這麼奇怪 而且 很少代數是 氣功角色是S角色 好難喔 太難 尤其這一代穿布 對欸 喔 鳳凰劍改回上個版本 對 你要嘛就上個版本的 那他已經不夠強了 他還改爛 上個版本的鳳凰劍我就可以接受 上個版本的鳳凰劍我就可以接受 然後還有 瞬移改強一點吧 瞬移改強一點吧 瞬移或氣功啦 二選一 一個強一點 一個就是一個氣功 大顆或者是 出招收招快一點 再來就是 不然就是瞬移快一點吧 二選一 他ET打完了 我在看那個ET跟小孩打 他已經打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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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金也是啊 金也是啊 金 我覺得金比雅典娜還可憐 我覺得金比雅典娜 其實也不一定 因為金的氣功比他人家強很多 但是金也是蠻可憐的 金也是蠻可憐的 不強也被改爛 金也是蠻可憐的 明顯 一梯殺男 不太會 阿哲還是比較 比較 比較萌 剛剛阿哲就已經連一套了 一梯失誤了 是我在氣功大顆 我覺得 你不要 不要那麼好跳進來啊 不要那麼好跳進來啊 對啊 中東女不知道為什麼不出欸 中東女不知道為什麼不出 蠻喜歡那隻角色的 他玩的 他的玩法很有趣 我覺得殺男最強的是 他本身手腳是超強的那一種 是比較優秀的手腳 欸 沒接 剛剛明明可以接 你看他手腳 他手腳 他不管是地面還是空中 他的手腳我判定都是很優秀的 那個2C穿播的就不用講了 自戰角色 欸 我以為會跳 不過殺男我感覺其實應該也蠻適合我的 就是一直發波然後拉距離那一種 蠻好玩的 我覺得蠻好玩的啊 這個角色 哎呀 不行 這個不行 哇 這個漂亮欸 說漂亮嗎 也算 欸 大絕 好可惜喔 這好可惜喔 嘖 八字女過不了 過不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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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R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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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y Go Yeah Yeah H H 的 通風 上 C C 4 的 C 掉手 巴 Merau 勒爾夫削弱 很多欸 超多的欸 拉伏削弱他遠中角的判定嘛 變短了吧 然后他的炸地 硬直变超级大的哦 他的炸地硬直变超大的 反正很像变大 然后也不会推很远的样子 反正就是手脚削弱 削弱有的没的 然后他的连段方式也削弱了 他变成 236C只能打一次 不能打两次 他之前可以连好几次还干嘛的 反正他的那个连段也被改烂 所以伤害变低了 他都被砍了 都被砍了 李夏地表都不知道用什么 李夏不知道用什么 诶你看没接 假如是阿哲就再喷一次了 可惜 可是我自己觉得 沙南应该要在上面那一台 我觉得他跟雅典娜差不多 跟雅典娜阿修差不多 就是感觉更强一点 没有那么烂 他本身手脚已经 强过下面那一台所有人了 第二个人不含在上面呢 陆陆更 起人来得 欺负我大陆陆 acronym 诶 好可惜 我觉得我 诶 QUESTION 我 ню 露露 露露跟安琪的同一排很像又 說很像可以跟他同一排又很像可以 哇有點浪費我感覺 哇漂亮 就是說你說很像可以跟他同一排 又很像覺得應該沒有那麼爛吧 但這裡玩又很像覺得蠻爛的 就是可以也可以上面一點 他跳CD很可愛 很多人都說他跳CD很可愛 很糟的 欸這什麼啊 欸超奇怪的 他看那個超奇怪的 因為拉爾夫遠重重手 突然把那個距離整個拉開了 變消風抓不到 超變超奇怪的 明天沒有比賽吧 明天沒有比賽 J85的那個太強了 不能比欸 哇哇哇 好可惜 好可惜 但那個好可惜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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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T86還沒出啊 這大陸還沒出 等出了再說 這大陸還沒出 等出的話再看看玩誰 傑米是誰啊 肯喔 肯就 也是中間吧 就是 就是中間啊 對啊有波的牆 現在的波都超強的 現在的波都超強的 盆也是中間而已 盆也是中間而已 欸我以為會空摔欸好可惜 欸這什麼東西 龍對啊龍更強啊龍更強 但是波最強的就是古獵啊 古獵最強 古獵最強 阿哲戰身 阿哲一開始有玩真理欸 他有稍微玩一下 他一開始 他有 他有練過一下啦 但是後來他就 後來他就沒有想玩 後來沒有想玩 所以他這個其實是阿哲的隊伍 橫竟還是用 太快 太快不能編屍喔 漂亮 運氣不錯 這運氣不錯 其實也沒有鼓勵進攻欸 其實我覺得也沒有鼓勵進攻 他強的角色都是波的角色 你說他鼓勵進攻嗎 你鼓勵發波吧 波角比較強 像鼓勵的那種 你要看手腳強不強 但是最強的角色是朱莉啦 朱莉這角色也有波啦其實 朱莉這角色還蠻不錯的 你看這個角 欸沒下用角 吉米沒有很強吧 吉米還好 吉米應該 吉米其實我真的沒什麼看過欸 我看他的評價很像也沒有說到強欸 我看他的評價 就一般 我看的評價幾乎都是朱莉跟鼓勵最強 哇會不會死啊 對啊能跟那個 加米 2C隊互換其實就是蠻厲害的手腳 很可怕 drug 3C隊